手刀冲进黄金饰品店 蜂拥各处搜刮 买的30个小的金条 本来我想买多一点 然而黄金致富梦 最新却出现回档讯号 纽约卸货金价7号重挫超过3% 跌破每盎司2300美元价位 畅下近三年来最大跌幅 还是连续第三周收黑 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7号跌幅也飙到2.8% 主要因素正是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 超乎市场预料 同步交习联准会近期讲习的希望 以及美媒披露中国央行5月暂停买进黄金 中短之前一连18个月买进的趋势 这是让金价一蹶不振的关键 对比前几个月差很大 全球央行持续买黄金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黄金深值的钱 而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的风险 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哀嚎 怎么刚买就跌 甚至悲观预测 目前黄金价格还是偏高 后续根本不会有大户进场 有分析师认为 中国暂停扫货黄金 暗示市场信心受挫 就连领导人习近平也怕追高 风险随之而来 唯独越南金价 尽管近几个月以来 都比国际金价还高 抢购黄金人潮 依旧大牌长龙 投资者信心不减 抢金潮持续延烧 三新闻有会这么多